国阵表明单独出征马六甲州选 国盟也随即宣布候选人阵容 巫统看似确定与伊斯兰党及土团党分道扬镳 一党主席纳都斯里哈迪奥 往今天公开呼吁支持者 在马六甲州选支持国盟候选人 不过他并没有正式切断和巫统的联盟关系 他强调在提名日之前还有协商的余地 在马六甲州选提名日倒数两天之际 伊斯兰党第67届代表大会今天登场 各界关注的是巫统 伊党和土团 这三大马来政党之间的联盟关系 是否确定生变 几乎同一时间 巫统在吉隆坡表明 周选不会和其他政党联盟之后 伊党主席哈迪奥望也正式宣布 来临周选伊党将和国盟站在同一阵线 呼吁支持者投选国盟派出的候选人 但这是否意味着巫医合作的国民共识 宣告破局 哈迪奥望并没有把话说死 言下之意提明日之前还有协商空间 哈迪奥望强调伊党不曾抛弃巫统 月亮依然是国盟的真诚伙伴 立场反复的反而是巫统北深 哈迪奥望强调虽然伊党选择 与土团党和民政党组成的国盟同在 但伊党对于和巫统共组的国民共识 合作框架依然持开放态度 甚至会考虑让其他非穆斯林 但不极端的政党加入 他还表明伊党在国家政治上 不应该只是配角 而是要积极角逐更多席位 扮演造王者角色 他强调伊党必须从过去的经验中 继续教训 不仅要在团结马来政党 以及团结穆斯林上扮演重要角色 更要主导国家政治核心 例如在上届大选后 拯救受重伤的巫统 以及资历海新的土团党 透过和巫统及土团党 分别组成国民共识 以及国民联盟 积极扮演调解人角色 让穆斯林更加团结